这是我们用单车记录生活的年代 我们踩踏单车发现台湾之美 我们停下脚步一起收听 由彦儒 哲泉 共同主持的 Let's phone单车 科技时代除了使用收音机收听节目 还有以下管道哦 一 在振声广播公司网站上 点选原因重现区 爱听几次就听几次 二 在脸书粉丝团上 搜寻Let's phone单车 一起按赞加入 三 在手机上安装Podcast 搜寻Let's phone单车 使用手机So Easy 是 在YouTube上搜寻Let's phone单车 试听享受好心情 当然 还是敬请持续锁定 每周日下午4点到5点 在AM819播出的 Let's phone单车 享受骑单车的生活 人人都是单车生活家 来到这个单元当中进行的是 单车生活家 我是彦如 我是哲泉 在这个单元当中 我们邀请到很多的单车好手 来跟大家分享单车的生活 没错 之前有环游世界的梦想吗 我现在还是有啊 一直都有是不是 一直都有 只是一直没有办法完成 从结了婚以后就不敢想说 近期内会完成的 诶 这样子让很多人不敢结婚 但是呢 我觉得就是说 虽然我们有一些未完成的事 但是有一些已完成的事 是别人做了 可以跟我们大家来分享的 没错 那所以我们这一次邀请到一个非常特别 而且他也跟我们一样 有一个环岛梦 没有 环游世界的梦想 对 那么他已经实践了 嗯 还了一半 还了一半 好 那么今天我们先介绍其中的一部分 对对对 那我们要来欢迎我们的张修修 欢迎 大家好 好 张修修是还了哪边呢 我们先大概介绍一下好了 就是我从台湾出发嘛 坐船 从基隆坐船到中国去 然后从那边开始一路骑 骑到最西北方的乌鲁木齐 然后本来是要计划经过哈萨克到俄罗斯 但是那时候签证办不下来 所以就飞到俄罗斯 再从俄罗斯一路骑 从莫斯科一路骑到圣比勒堡 然后进入欧洲之后 一路往西 然后到英国的 然后再到苏格兰 然后再到 再从欧洲南边绕回来到土耳其 然后再带到非洲去 骑到从非洲北边埃及 骑到南边的南非 骑到好旺角 哇 所以这边要按post点了 因为我们要讲个非洲 因为这故事很多 所以我们会两度邀请 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今天先介绍这个非洲 对 我们今天先特别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非洲好了 因为我在想那非洲大家对其成在非洲 这个经验非常少 对 对 那我相信修修应该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体悟 毕竟从比较文明的社会 到一个比较落后的一个世界里头 到非洲以后 你有发现什么最大让你比较冲击性的一个想法吗 冲击性啊 我觉得像刚刚哲泉哥讲的很好 就是我们可能对非洲一开始会有一个既定的印象 对 觉得那地方比较落后 可是其实他到非洲南边的时候 其实他因为可能是以前欧洲都有殖民过 所以他其实没那么落后 所以到了时候哇 当地网路有4G 哇 真的 然后就吓到啊 然后像到一个国家叫罗安达嘛 就是罗安达饭店发生的地方 对 他们因为以前好像是比利时去殖民的 所以他那边几率相当好 然后超市不能用塑胶袋 只能用纸袋 真的啊 哇 就觉得怎么跟我们想象好像不太一样 差蛮多的 那我你知道就让我反差最大的是 像我们可能常常从电视上看到 看到一些美国的影集 觉得那个还有最近播的新闻 觉得穆斯林好像都很可怕 对 然后因为我骑经过的国家里面有一个是苏丹 它是一个很严格的穆斯林国家 对 然后我就想说啊 去那个地方 感觉很可怕 我赶快快速通过好了 可是我在那里遇到的人 是我这一整个旅程里面遇到的人里面最和善的 真的 最愿意帮助别人 然后最 感觉就是最好 就是觉得他就是 对外来者很友善的 对外来者欢迎你来 你来就是他的朋友 就是我一定要把我所有的能给的都给你 虽然说他们拥有的是这么的很少 因为当地相当的贫瘠 对 对他们每个人都很穷 但是他们就是愿意把他们有的就是分享给你 然后你每次看到他们的笑容 就觉得他是真心欢迎你来到他们国家 这让我就是相当的 相当shock 就是觉得我们以前的刻板印象不一定是对的 对 然后呢到下一个国家 伊索比亚 他很骄傲于他们都没有被指明过 然后他们又是一个基督 信基督的国家 我想说基督徒那会不会比较合赛一点 不是 我在伊索比亚那一整个月就是我在一个整个旅程最受苦难的一个月 真的 历尽了就是肉体上精神上的各种的折磨 然后在那边卡了一个月 觉得每天都想赶快赶快逃出去 为什么呢 很奇怪他们那边对外来人可能是他们有这种骄傲吧 就是没有被指明过 他们对外来人还普遍都比较有敌意 就是他们的小朋友会去那边骑车都会耳闻说 那边的小朋友会对你丢石头 或是拿棍棒就是做事要打你 我想说没那么夸张吧 因为我进去真的是这样子 对就是然后他们就是也可能是因为之前那个大饥荒的关系吧 所以他们就常常会小朋友在路边就是跟你要钱 他们要钱的方式是这样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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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种魔鹰穿脑 魔鹰穿脑 然后一开始还觉得还蛮新奇 就跟他money money 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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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到20天就已经每天早上一起床 就想说等一下我要被魔鹰穿脑 然后就很就是头痛 他们会追着跑吗 追着跑 而且他们有时候他们小朋友有时候都要忙 也是要帮忙收割嘛 手上会拿着那种大砍刀 叫Masherly 他就可能收割农作物收割到一半 然后看到我们经过 然后就开始money money 然后手拿着那刀子 我想他应该是不会对我们怎样 但是就是心里会有那种恐惧感 很有压力 然后那边又是高低起伏 很就是高高低低 就是常常要爬坡 爬坡又爬不快 我们就是负重的五六十公斤 对 那我们就慢慢慢慢骑慢慢就是 不管实际就是那个九牛二五之地 还是只能慢慢往上爬 然后他们就用走就可以追上我们 好可怕 然后就好 好恐怖哦 很特别的经验 所以你去非洲是一个人去吗 还是 我在开罗的时候 埃及首都开罗 跟一个台湾女婿 她是南非人 但是她也从台湾出发 要骑到她的家乡南非 我们在那边会合 然后我们骑的都是一个台湾的自行车公司 赞助的脚踏车 叫台湾云豹 他就赞助我们 就是脚踏车让我们 能够完成我们的梦想这样子 对 哇那这样子真的是 有点可怕 所以伊索比亚 因为我们知道伊索比亚 就是我们每次看到那文宣的宣传单 上面印的都是 希望大家捐钱 捐钱救救伊索比亚的小朋友 所以伊索比亚真的是 如果我们传单上面 所看到的那个样子吗 我觉得她还蛮奇特 其实她的首都叫阿迪斯阿巴巴 她是非盟的总部所在地 然后呢 她看起来 也没有像其他像苏丹一样 苏丹一片沙漠什么都没有 她进伊索比亚的时候 就是整个也是绿域盎然 然后他们也 那个农周围都能够生长 然后牛啊羊啊都养的活 可是觉得 她整个国家就像一个大村庄 就像可能从苏丹是一个地方 是一个城镇 到另外一个地方是一个城镇 中间什么可能什么都没有 可她不是她到处都是人 就是最令人崩溃的地方 就我们想要找的地方 就是喘息一下都没办法 然后你说她穷嘛 可能就是一般 应该是说他们基础建设 比较缺乏吧 像在城市以外的地方 不要说自来水 就是连电啊都没有 你要喝水的话 还得就是用驴子去扛那个 从很远的地方的河流 可能去扛水回来 所以他们的基础设施很缺乏 但是人应该是都吃得饱了 已经离那个饥荒 已经很久的时间了 而且当时饥荒一发生 世界各地的援助就来了 就涌入了 涌入 但也是造成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你支援涌入之后 到底有没有 有没有发放出来 对到对的地方 真正需要它的地方 还是被那些有了没的贪污走 不知道 对 哇所以那个文轩蛋上面 可能要更新一下 对 那是蛮旧以前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我比较好奇的一点是 非洲骑车它的 我们车总的选择 您当时出去的车总是选哪一种车呢 通常长途旅行车 因为我经验比较没那么充足 我都是上网做一些调查 那看到普遍都是选择两种 一种是钢管车 对 它比较坚固嘛 然后如果它真的遇到 什么外力撞击的话 您可以去铁工厂打打打 然后焊接一下又回来 嗯 再来就是钛合金 对 钛合金因为它是 就是也比较金箍也比较轻 嗯 那这两个车在长途骑乘来说 会比较舒适 不会像旅车它会金属疲劳 会会有时候就是骑太久啊 可能会坏掉怎样 然后可能它那个抖动也会比较大 嗯 那钢管车跟钛合金的就会比较舒服 所以我那时候就锁定这两个车总 嗯 然后就在网路上做功课之后找到台湾云报这家公司 对写个企划书给他们 对我就很热血就写个企划书 哇哦 然后他们老板总经理就打电话来说 诶 看来小伙子看起来不错要不要来聊聊 哈哈哈 然后我就杀去他们大甲的那个 公司总部 对然后就跟了一个看起来很不像老板的 嗯 哈哈哈 就跟他聊聊了就很开心 嗯 然后他就就说OK啊好啊这样 就是赞助一部车 对 让你去完成梦想 不过他是用成本价卖给我啦 哦 所以就比真的要买一台车就便宜很多 因为我自己也想保留那部车 对 嗯 哦 所以 就跟他用买的 算半赞助啦 对 半赞助 嗯 嗯 然后但是他在旅途上的一些补给啊 像是一些零件的补给 嗯 对 或者是义务帮忙 嗯 旅途上的补给 像是 像有时候内 那个内胎啊 嗯 你爆的差不多了 他就会 寄过来嘛 对就寄过来 有点像空投物资这种感觉 哈哈哈 为什么让我想要饥饿游戏这部电影啊 哈哈哈 对 没错没错 我需要什么 对 我就必须要货放药油的 然后我都会下一些奇怪order 像是满汉大餐啦 就是泡面啦 还是什么调味料啊 然后就 哈哈哈哈 还是想办法满足我们的需求 嗯 所以在非洲那边的饮食上面跟台湾 是不是有蛮大的差距 哦 超超级大的差距 嗯 我觉得我在非洲最想念台湾的就是食物 嗯 真的是 每天晚上可能就是睡不好就会梦到台湾的 哈哈哈哈 珍珠奶茶 牛肉面啊 鸡排 然后那时候我跟我的那个同伴就是 每次就是常常有的一个话题就是 哎我跟你讲 我回家之后 我一定要去带你去吃什么什么 我一定要先去吃那个什么什么 然后我们大概可以讲个十分钟啊 然后就哦好吧 还是得继续前进 哈哈哈哈哈哈 对当地其实 嗯 其实像埃及他因为蛮多那个阿拉伯人 嗯 然后他们有自己的local food就是 当地的一些食物 对对对 像我觉得我还蛮喜欢吃一个叫佛拉佛 他就是用那个蔬菜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 反正就是一些豆子跟蔬菜 然后弄成泥之后把它拿去炸 嗯 然后你可以把它夹饼 那个不错 嗯 然后再到苏丹就很惨 因为苏丹他真的是很贫瘠的一块土地 嗯 所以我们大概在苏丹两三周 大概吃了两周的那个炖豆子 炖豆子 他那个豆子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豆饭 他就是只能拿那个豆子来炖 嗯 炖炖之后呢 如果说你想吃奢侈一点 他就拿那个蛋白把它混进去 嗯 然后搅在一起吃 然后你可以想想那个味道 他也没有味道 你说生蛋白吗 不是是那个熟的 熟的蛋白 然后就成那个白煮蛋 然后把蛋白放进去 哦就把它和在一头 和在一起这样 吃到后来都快吐了 哈哈哈 真的虽然说他 我相信他营养价值很高 但是 因为是豆类 对 嗯 然后一般的时候我们早餐跟晚餐都得自己煮嘛 对 我们都有带炉具 对 然后当地可以取得最普遍的食材 当然就是米 嗯 跟那种那个spaghetti 就是长长的意大利面 嗯 我们就通常都会准备这两个 然后准备一大堆番茄酱 然后在路边看到有什么 什么蔬菜我们就买 像是比较容易取得是洋葱 嗯 红萝卜 有时候有青椒 嗯 对 茄子 嗯 对 然后有时候看到现宅的羊肉 然后就一定要买 对 然后买之后呢就晚上就把它 反正就全部把它煮在一起 然后就变成一个番茄炖炖什么的烩饭 或是会面这样子晚上就吃这样 哦 不过我蛮好奇的一点是 刚刚修修有提到一点就是 在他们的水资源部分 是比较取得比较缺乏的 但是我们在煮东西水 跟我们骑车时候所需要补给的水 这对我们骑车的人是最重要的东西 那不晓得这一点 内行 哈哈哈哈 问到重点了 对对对 这个还蛮有趣的 我们我们当然有带的就是比较专业的那种 绿水的装 那个 简易的装置这样 对对对的那个设备 那那个我带的是一个叫Life Saver 嗯 Life Saver bottle 一本书的对不对 哎那不是一本书 哦不是吗 他他那个是像他那个 他那个创办人有在TED Global 演讲他的产品 嗯 对他就是一个水壶 然后你把不管多张的水丢进去 他这样打气打一打 就会喷出干净的水 嗯 然后他的 他说他的滤芯能够滤掉哦 好像是10micron吧 嗯 10micron 然后就可以把最小的病毒都滤掉 我就是带那一个 哇 那我朋友是带一种 反正他也是用那个 就是你把它挂着 它会慢慢滴 嗯 透过那个滤芯慢慢滴 哦我知道是哪一个了 对 然后也是一样 它还是可以滤过99%的病毒 嗯 那我们就靠这个来 来取得 喝水 对干净的水源 但是呢我们 一开始啊进苏丹的时候 嗯 我们还对自己的胃 还蛮有 还蛮有信心 所以看到那个 看到那个水啊 因为在苏丹 因为它没有自来水嘛 嗯 所以水的取得都是 通常都是从一个店家外面的一个大水缸 嗯 或者是沙漠中间的那个一个瓦罐 很很 就泥罐很大泥罐 不知道也不知道里面的水是哪里来 嗯 就从里面就拿就喝 然后我们一开始看那个水 还看起来蛮干净的 嗯 就喝喝喝喝喝喝 到了 伊索比亚之后 我就开始狂拉肚子 哇 那个拉肚子就是 拉到一天要拉三四次 好痛苦哦 然后后来就是都有血啊 我想说 哇天啊 我就马上Google看是怎么回事 嗯 重寄生虫 就是可能是阿弥巴利级那种 对 那种寄生虫 嗯 没办法就到 一直一直拉 拉到 伊索比亚首都 那时候 很幸运的找到一个南非的外交官家里去住 嗯 然后他就有 从南非空运来高级抗生素一瓶 哈哈哈 然后我就吃了五 就是他他给我吃五个 然后哎 没有 他他给我吃 给我十颗 然后一天吃两颗 吃了五天 嗯 终于好了 哇 我拉了 对 那一段时间应该是完全没有办法骑车吧 还是得骑啊 就是从 还是得前进啊 还是得前进啊 然后就是每次一休息就要赶快找那个眼闭屋 嗯 开始 哈哈哈 天啊 好痛苦哦 对 所以他 我们甚至因为有些地方真的是没有自来水嘛 嗯 我们甚至得从 哦 我那时候觉得自己快死掉是在 伊索比亚跟肯雅的边境 嗯 我们去选一个无人的那个边境去走 嗯 那个地方不是正式的关卡 所以也没有什么immigration什么都没有 嗯 然后我们就卡在那边卡了很久 因为那个地方也没有路 全部都是沙漠 嗯 我们只能用推车的方式前进 嗯 然后推到一半没水了 嗯 只能到旁边一个 我觉得应该是屎尿横流 我可以用屎尿横流的一个湖 嗯 去装水 哇 用我的 用我的lifesaver 哈哈哈 赶快 赶快打一些水出来 对对对 赶快喝一下 要不然真的会挂在那边 然后 有时候也从那个路边的那个泥水坑啊 就直接装水 嗯 然后滤 就直接用那个水把它滤过之后喝 这都有照片 哈哈哈 我觉得这个照片很重要 好强大lifesaver 哈哈哈 对啊 lifesaver 哈哈哈 哇塞 所以那个水真的是很珍贵 而且很 对对 真的是非常珍贵的一个资源 我记得大学的时候要就是有一些的义工团嘛 嗯 我们会去可能会去非洲或一索币啊这边当义工 嗯 那我去的我记得有一次的宣传单就每一届的宣传单上面都有写 特别要注意就是饮水部分 嗯 然后肠胃药记得带 哈哈哈 对 我有带肠胃药 可是那没用 哈哈哈 但是寄生虫 那太厉害了 寄生虫太强大了 对 所以当时是没有去考虑到那么多 就觉得应该不会 对啊 看起来蛮干净的 就喝喝看吧 对 就中标 哦 所以很重要 对 真的耶 所以像在非洲那边的气候应该也是非常炎热的吧 嗯 我们就有挑时间嘛 像我们 我是一月的时候 应该是一月初从埃及出发 嗯 那时候北半球已经慢慢要变成冬天了 嗯 所以那个气候还可以接受 然后我经过赤道之后 刚好蓝半球也快要慢慢要进入比较凉的时候 嗯 所以是不会太弱 但是在苏丹还是让我们有尝试到那个沙哈拉沙漠的厉害 真的 就是那个看那个表啊 都是太阳一照就是五十几度 哇 什么骑车啊 很痛苦吧 就只能慢慢慢慢骑啊 对啊 那样子还可以骑啊 五十几度耶 是可以啦 然后就把身体一定要包得紧紧的 嗯 就包得紧紧 避免晒伤嘛 嗯 然后就是要一直补充水分 嗯 对 对不能要 对注意要不能脱水 一脱水就有中暑的危险 对 嗯 所以只要看到水缸 或是哪里有水 赶快赶快补水 对马上去补 对一定要补 就是真的有几次体验到那种 没水喝的那种感觉 哇那相当恐怖耶 很恐怖 是会恐怖的哦 就是觉得啊 这附近什么都没有 会不会就在这里我就动弹不得了 对 因为这 它那个地方应该不像台湾嘛 对 这个Sever没补起到 没关系我下面还有干嘛店 对 不是我还有冰糖摊 隔一百公尺就有 这就是台湾好的地方 超想念台湾 其实那时候一直一边骑一边想说 啊台湾这个这么好的地方 是我觉得是全世界最适合骑脚踏车旅游的地方 嗯 对所以一定要回来之后 看能不能把他推广出去介绍给大家 怒骑 哈哈哈哈 为什么我觉得非洲之旅听起来好像是个自虐之旅之内的 哎 某种程度上是 我那时候在出发前就看那个玄奘的 思路的那个嘛 对啊 他是真的厉害 他是一个人 然后就 也不管 不管大家的反对 就从长安开始走的往西走啊 也是经过那个新疆那边的沙漠啊 嗯 对啊 然后就是这样折磨自己 最后终于误到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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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到那个到印度就是纳烂陀寺 对啊 终于找到他的导师 我想说我是不是可以找到 哈哈哈哈 不过我想虽然 修修还没有那个 还没有误到 但他很明确的 已经误到了说台湾的好 对 没错 没错 出去比较过一轮踩 知道台湾的美这样 对对对 不然有时候我们自己身处在这个 我们台湾这一片土地 其实都不晓得我们自己的文化在哪里 我们的方便性在哪里 嗯 那当把自己丢到一个陌生的国度里头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原来我们自己的土地是这么的美好 真的 这也是我处于走这一趟的 的原因之一 嗯 就是可以要把自己丢到 对我想要看看这世界嘛 这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 嗯 像其实我在深圳工作了四年 嗯 那时候我就在这四年当中 我也在中国到处到处玩 嗯 然后都碰到他们的年轻人 就觉得还蛮羡慕 嗯 为什么 因为他们 他们人在国内 嗯 他们就是不用出国 对 他们从东北玩到西南 再从西北玩到东南 可以玩好几年玩不玩 嗯 所以他们不用出国啊 他们在国内旅游就是这样 对 那在台湾的话就 台湾是个宝岛 但是真的就是 还蛮小的 嗯 就是 你看 就 如果说开车从 从台北这样到高雄 我们现在骑脚踏车一天也就到啦 对 哈哈哈 真的 所以对啊 所以我就在想说 诶 有时候我们讲说我们的那个世界观 就是没有 可能中国那边有些年轻人到 会不会是这个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在国内就可以玩很多东西 可是我们在国内看到的可能就没有他们那么的广泛 对 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想要让自己多出去走一走 就好像柯市长最近不是才讲说 呃台湾是一个海洋 海洋型国家 对 我们要要不能失去那个冒险犯难的精神 要多走出去 对 就是跟我那时候想一模一样 嗯 对啊 所以就出去了 嗯 对 其实就有这趟非洲之旅 对 对 其实我觉得在中国大陆的这一些单车 或者是年轻人啊 嗯 我们台湾真的要好好去学习啦 台湾的年轻人 而不是这么的狭隘的把自己放在台湾这一个区块里头 嗯 对 所以修修走出去啦 到非洲去 对 所以我们希望借由修修这一个 这一次的专榜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听到 知道说其实应该要把自己丢到不一样的环境里头去 嗯 嗯 所以去走这一趟到非洲去真的是大开眼界吧 对 看到很多以前想象不到的东西 心境有没有什么改变呢 有耶 其实 嗯 我觉得最大的改变是从那个一个愤青啊 然后变成比较 上进了 没那么 没那么愤青 就没那么 对因为 就我出去那一阵子刚好就是台湾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着自己 哦 从那个 太阳化学业吗 对 然后到318 我都有参加 嗯 对 然后就觉得哎 怎么会这样子 这是 真是不行 就是真的 嗯 对啊 然后但是走出去这一趟 其实我最深的一个感觉就是说 你说真的要坏人吗 就是好像是世界上没有什么坏人 嗯 其实那些坏人他会做那样的事情搞不好就是因为他的环境 嗯 那把我放到他那个位置 嗯 我是不是会做出比他更好的选择我不知道 嗯 那既然就是坏人没那么多那我们何必要这样骂来骂去 然后我是比较有深刻的觉得说其实我们在外面这样子骑车其实物质其实是蛮缺乏的 嗯 对 吃也吃不好那睡的话也是要睡在帐篷然后也睡不好 嗯 然后我就深刻的感觉到其实我们就我们人啊每个人好像需要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嗯 不管是什么肤色啊或是讲什么语言 其实我在罗马尼亚的时候我就遇到一个在那边的青年旅社遇到一个女生 嗯 他那时候就在讲说他旅行这么久之后的感想他说他觉得人是如此的相似就是我们需要其实都一样就是看到彼此就给给个微笑我们都需要拥抱 需要被尊重需要被爱嗯然后吃的呢就是可以让自己活下去我觉得就就好了所以其实我后来回来之后我就觉得其实以前觉得很讨厌的人现在看起来很讨厌的人其实现在都没那么讨厌嗯 我不知道是我自己的的一个转变 误到了 对啊以前觉得啊那些这个不要讲 哈哈哈哈哈哈就现在觉得其实没什么也就是没我觉得还好啦嗯 嗯对啊就没有想象中的这么严重了 对啊然后我觉得真的大家台湾要有未来的话我们不可能是自己孤立起来嗯 我们一定是要跟我们跟世界连结 对去合作或者是去找到一些共识什么的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互相去理解互相去同理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嗯 嗯对 哇所以出去走一趟也对政治有一些不同的观点 有嗯就没那么愤青了就哈哈哈 哈哈哈其实我在想有时候可能因为我们生活在就像我这个生活圈可能永远就只有呃上班家庭上班家庭嗯那我没有出去骑车那可能我永远就是觉得啊家里什么小孩子又吵我太太又不理解我对然后来工作长官又不赏识我做什么事又不对对那我觉得或许走出去以后心境转变了嗯不一样了以后对然后看到更多的事情嘛然后也知道有更多的选择 像我们都会遇到别人都已经觉得我们已经够疯狂了嗯可是我们会遇到更疯狂的人就像有一个夫妇吧嗯嗯他就一边骑车骑骑骑骑骑然后就发现他老婆怀孕了嗯然后怎么办继续骑啊然后还是继续骑哦骑骑骑骑到泰国嗯然后在泰国嗯然后在泰国把小孩生下来啊哈哈哈天啊真的假的生下来对生下来之后呢我不知道他那个国籍是怎么处理的啦 嗯反正生下来之后就在当地休息嘛嗯休息完继续骑骑要带小朋友继续骑因为他们就带那个婴儿的那种推去拖车然后就继续骑我想哇还有这种生活方式的对这真的很疯狂真的我们的想法认知里头是怀孕了對即将离本还什么即便就是我们我认为怀孕了就是不能骑车对因为毕竟车子不能乱动对对他竟然到泰国把孩子生下来对啊 不过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 比较模仿 人家可能有练过 人家可能是有练过 对 姐姐有练过 然后在也剩下苏丹 我们遇到一个 也是阿伯 六十几岁了 他就好像前几年刚离婚 离婚之后觉得 我好像什么牵挂都没了 那就出来骑车吧 然后就出来骑了三年多 到苏丹那边刚好跟我们遇到 对啊就想说 其实就是生活方式 并不只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或是我们长辈跟我们说的 这样而已 其实我们有更多的选择 那就看你要不要去做那个选择 对啊 真的耶 所以你这样有没有很心动 我等我年纪再大 我觉得我为什么会讲说 从节目一开始我讲说 因为结了婚以后 或是太太或孩子嘛 家庭 我觉得这是一个责任 当这个责任已经完成了 譬如说小孩也长大了 那我也可以安排我退休生活了 那我可能 我虽然晚一点 但是我一样会到的 真的耶 我有听过人家讲过说 梦想还是可以一直有啊 我还是可以抱着 环游世界的梦想 只是 现在我不能完成 那我以后去完成就可以了 对 这是一样的道理 对 不过我只是好奇说 因为跟你同行人 一位是南非的朋友嘛 对对 跟他一起没有比较便利吗 就是说比较友善 我那时候会想跟他一起骑 其中一个原因是 因为我在非洲会担心 那个野生动物 大家都会说 你在非洲骑骑 遇到狮子怎么办 我那时候就 当然也是蛮紧张的 我就准备一个那种防狼喷雾嘛 我觉得那个 他应该被 眼睛被喷到 应该他就有一段时间 可能没办法 找我麻烦 后来我就想说 如果说我有一个伙伴一起骑 那遇到狮子的时候 我只要骑得比他快 我应该就安全了 然后我在 我在安急的时候 我还测试了一下 我真的骑得比他快 那个南非朋友会听到我们广播 如果听到节目 他可能会 开玩笑 就是有个人会比较有照应 而且他是南非人嘛 所以我想说他对非洲 应该比较有概念一点 对啊 所以有他在会比较心安 对 结果呢 其实我真的是啊 他因为 因为像刚刚在讲伊索比亚我们去住的一个南非的外交官他家 嗯 那个也是他经由他在非洲的朋友辗转介绍认识的 所以我们去他家住那简直是一个天大的恩赐 因为我们在伊索比亚前面已经被折磨的不成人形 然后到终于到那边我们就好安心的就是休息整整一个礼拜 好好的休息 就不想回家 才有力气再继续往前 要不然我们那时候真的有点崩溃 可是因为刚好到在到南非的这个外交官前 因为刚好就染到了那个 对对 寄生虫 寄生虫的部分 所以身体不舒服 对 相当痛苦 哇 所以这趟非洲之旅真的 就是在南非 南非外交官那边就觉得是天堂 对没错 刚好是在一个终点嘛 嗯 那过了伊索比亚 肯尼亚啊 什么 乌干达 那都好好玩 所以我们是一个倒吃甘蔗 甘蔗的一个姿态这样 嗯 一路往南 那以后去非洲骑车朋友 都会把非洲外交官的家当做一个终点 哈哈哈哈 真的不错 他们他们对 他们就是南非人很会生活嘛 嗯 他们都他们家也是一样都通常一个 一个很大的house 后面对 后面就有花园 然后一个洋董 然后他们很喜欢烤肉这样 嗯 他们南非的烤肉叫bri 嗯 就是说反正就是周末啊 没事就是烤肉 男人在外面生活 然后女人在那个房子里面准备一些沙拉啊什么的 嗯 然后大概烤肉喝啤酒这样 哇 然后看球赛 哇 感觉真的蛮惬意的 嗯 其实有点像那种美式作风 嗯 对对对 嗯 毕竟被 诶是被英国还是被男子 被英国 被英国知名过 对对英国知名过嘛 嗯 嗯 好所以非洲之旅呢 非常的精彩 足足讲了一集 但是好像还不太够的感觉 好像很多故事没有讲 对 但是跟时间关系呢 我们今天还是非常感谢修修跟大家分享 那如果有更多的资讯 可以上修修的网站 嗯 我现在 可以啊 就是我Facebook吧 对 然后我之后也 我现在也是在写书当中 就把很多还来不及就是讲的故事 嗯 可以跟大家说 来那边录个有声书好了啦 哈哈 哈哈哈哈 对啊 对啊 更生动 好啦看一下 对 OK好 那今天非常感谢修修来跟大家分享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啊 这么精彩的专访 只听一次真是太可惜了 别担心 我们在 Let's 风单车的粉丝专页 都会放上精彩的重播哦 如果有任何问题 也可以拨打专线电话 0908-865-668 0908-865-668 Let's 风单车粉丝专页 等你来按赞 铁锓蛋 musicians Έ贯 动车粉丝专项 Anchor 鄙 傑 不